法国著名作家莫扑桑 小时候曾经在著名作家福楼拜面前 他非常自信地告诉他说 我上午用两个小时读书写作 用另外两个小时我来弹钢琴 下午我则用一个小时向邻居学习 开汽车和修理汽车 用三个小时我来练习踢足球 晚上我会去饭店里学习怎么样烹饪 星期天我要到乡下去种菜 说完一脸得意的样子 福楼拜听后笑了笑说 我每天上午用四个小时来读书写作 下午我用四个小时来读书写作 吃完晚饭之后 我用四个小时来读书写作 福楼拜接着问你究竟有什么特长 比如有哪样事情你特别的专一和做的特别的好 莫不桑讲不出来 于是他就问福楼拜 那么你的特长又是什么呢 福楼拜说写作 原来特长就是要专心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 后来莫不桑下决心拜福楼拜 为文学导师一心一意的读书写作 最后拥有了丰硕的成果 他的养子球和项链成为世界名著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专注于某一件事情 看似非常简单 其实是对毅力和你的恒星的考量 成功学上有个著名的两万小时理论 说的是经过两万小时的锻炼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就可以从平凡变得越来越作悦 甚至伟大 所以人在两万小时当中 可能非常的枯燥 漫长 没有去 甚至有时候会绝望 但是如果我们以责任兴趣为动力 用两万小时分解到活着的每一天 可能你一天也就是用上一个小时而已 凡人皆能做到 所以学博也是这样 我们每天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好好地念经 好好地学佛 能够解开自己的烦恼 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热 你每一天许愿念经放生 你定能求得更多的平安 定能开悟成佛呀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 台长现在告诉你们 一个人不能浪费时间 我们要利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 知音懂果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一定会让你在人间 一世修成 永断轮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